女人在月经期间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多,女性在月经期间要注意身体保暖,避免身体受寒,月经期间不移植太险的食物,饮食尽量清淡,否则很容易导致头痛,月经期间避免情绪激动,需要调整好情绪,好的情绪可以让经纪顺利排出,能有效避免经绪预堵。 女性经期怎样走才能健康,一,不宜生活月经期宫内摩托落公腔,表面形成创面生活时,容易将细菌带入逆形而上进,入宫从而引起公腔内感染发生腹腱炎,盘腔炎,二,不宜多吃炎,吃炎过多,或是体内炎份喝水份注量,增多月经来朝前夕会发生头痛,激动和异漏等症状,因来朝前时间开始吃低炎食物。 三,不宜浓茶浓茶中,咖啡饮含量照高刺激神经核心血管容易产。 四,不宜作愈月经期宫进口,推开作愈和盆域,很容易使物水进入宫腔内,从而导致生殖器官发炎。 五,不宜穿紧身骨,如果月经期间穿腿为小紧身骨,会使去不毛细血算受压,从而影响血液,循环增加会因磨操,很容易造成胃性充血水肿。 六,不宜高声唱歌赴你月经期突袭到年眸充血,声带也充血高声唱歌,或大声说话声带机,一疲劳会出现声门不合声音饲养,不过也不用太过紧张。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,正常嗓音唱K,说话都应该问题不大,但如果唱时间标高音,想战高声音歌曲,则可能造成声带受伤。 女性经期怎样都才能健康? 女性在月经期间,应该要做好身体的调养工作,并且应该要适当的锻炼身体,能够促进精血顺利排出。 月经期间需要调整好情绪。 女人在月经期间不宜吃谈良的食物,否则会影响到精血的顺利排出。 月经期间需要调整好情绪,好的情绪能够让精血顺利排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